大家好,今天呢是一个饺子 饺子呢是我们家常备干粮 有时候滴滴放学回来会饿嘛 我就会下五六个饺子,让它先垫着 随吃随拿,非常的方便 所以呢我今天分享出来 我们先做馅料 因为做好的馅料呢需要冷藏一段时间 这个是我昨晚泡发的香菇 我们先挤干水分,切成小丁 把猪肉馅和鸡肉馅还有香菇放在一起 没错,是两种馅料 大家可以试一下 猪肉里面呢有鸡肉,不会太油腻 后面还加入一样东西 估计也会让你吃惊 玉米粒 既有香菇的特殊味道 也有玉米的香甜 先粗略地搅拌一下 这时候呢加入一个蛋清 会让这个馅料更加的滑嫩 起焦质 继续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直到发黏结团为止 我先拿出一点微波一下 尝尝这个甜咸 后来觉得有点淡了,就放了一点酱油 这个时候我们先不能用它 先要冷藏半个小时 300克的饺子粉 饺子粉呢是高筋面粉 磨的也会更细 这样包出来的饺子呢会更滑 而且耐煮 我这次用到的水量呢是比面粉一半还少的水 最后得到呢是一个中等偏硬的面团 先饧面半个小时 先把面团揉光 由于是高筋面粉 面筋需要多一点时间舒展开来 所以呢我们需要再饧食五分钟 之后呢是下小剂子 我喜欢用手拽 怎么收光这个小剂子呢 其实很简单 用手掌包在下面 手腕摩擦这个菜板 一个圆圆的小圆片就好了 擀面杖我是用手掌左右转圈的擀 这种擀法呢是非常快速的 我分享几个是我作为新手最开始学会的包法 很简单 第一种中间呢包起来 两边呢按褶子 第二种最简单的方法 也是中间按压包起来 两边收口 最后左右两边呢褶子按压在边上 第三种是第一种的升级 会包出三个小褶子 会更好看 也是我一直包饺子的方法 由于我是拍片 所以呢我包的比较慢 希望你们能看得清楚 实际操作起来呢 我一个小时之内会全部搞定的 这些饺子呢我都是放在烤盘上 撒上油冻起来 这个饺子呢是我们家的必备干粮 随时拿随时煮随时吃 非常的方便 下饺子的时候你会发现 有一些粘连在一起 不用担心 之后呢会慢慢的散开 唯一要注意 酥冻饺子呢需要煮的久一点 我一般会点三次水 我家都是配着甜酱油辣椒醋吃 一个个呢滑滑的饺子皮 一个嫩嫩又有脆感的饺子馅 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别忘记点赞 每一个点赞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大大的鼓励 我是何C 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在没有关心 说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